接下來跟各位講的叫做逃選作用 逃選作用就是分門別類的意思 你們支援回收做的好 這邊是鐵罐那邊是鋁罐 這裡是寶特瓶分門別類分得清楚 叫做逃選作用好 掃地的時候本地裡面有事業有威城有什麼那邊的 不然就叫逃選作用差 這裡都是大科這裡都是中科這裡都是小科 大小科分開逃選作用好 大小科的全部混在一塊叫做逃選作用 差 好叫做分成清不清理叫做逃選作用 背 逃選作用最好的是封最差的是冰窗 後面會有解釋告訴你為什麼 我會不會提到說為什麼逃選作用最好的是封最差的是冰窗 就背下來就好 好第一個要記得逃選作用 第二個要記得逃選作用 什麼叫做輕蝕基準面 就是基準面以上發生輕蝕 基準面以下發生沉積 所有的東西的沉積物的最後歸數是大海 所以在海底面以上主要發生的是輕蝕作用 海底面以下發生的叫做沉積作用 所以海底面叫做輕蝕基準面 叫做輕蝕基準面 在海洋面部海底下也有少數的輕蝕作用 這個偉大的學問 普通生平常說 不知道 沒這回事 所以我們就是海底面以上發生什麼 輕蝕海面以上發生什麼 沉積 這件事要記住我後面要用 海底面是輕蝕基準面 基準面以上發生輕蝕以下發生沉積 這個叫做永久基準面 因為有暫時基準面 水庫的水面 湖泊的湖面叫做暫時基準面 也是基準面以上發生輕蝕 基準面以下發生沉積 但是水庫跟湖容易被填滿 填滿就沒有了 所以叫做暫時基準面 海底不滿 所以叫做永久基準面 不管是暫時和永久 都是基準面以上發生 輕蝕基準面以下發生沉積 海底面是永久輕蝕基準面 湖泊的湖面 水庫的水面 叫做暫時輕蝕基準面 然後東西往下 人家看一看操完就算了 這個瓶感覺就知道了 不用特別背 請問你 大顆跟小顆誰先成績啊 大顆 大顆嘛 重的跟輕的誰先成績啊 輕重 重的 所以你就看就曉得了 憑感覺就知道 這考過 就畫了圖 圖要問你說誰先成績 或誰後成績 你看就曉得了嘛 憑感覺成績就知道了 比顆粒大 比重大的就會先成績嘛 顆粒小 比重大的就會後成績嘛 然後呢 圓圓的就是那個 主力感覺比較小的就會先成績嘛 打成一片的感覺 但是會飄比較久嘛 就會後成績嘛 我說這裡就是操完 知道就可以了 不需要特別背 平常識 平感覺 你就會曉得誰應該先成績 誰應該後成績了 好 就是畫圖問你說誰會先成績 誰會後成績 小是一樁 然後再來 我們前面跟各位講過了 海邊的顆粒比較大對不對 海邊的顆粒比較小對不對 那麼 跑過來 海邊的顆粒大 細的帶到遠一點 更細帶到更遠 好 平春三接問 這種 就是我剛才教過的什麼事情 這邊大顆 然後小一點 然後更小一點 這就是我剛才教過的什麼事情 這就是我剛才交過的什麼事情 這就是我剛才教過的雜事 Number 23號 No. 12 四個字 這裡大顆 然後中顆 然後小顆 就四個字 很好逃选作用 我刚才教的逃选作用 这就是我刚才教过的逃选作用 逃选作用 大家小哥们来记住海边的颗粒大海中间的颗粒小 这个是课本实验可以回家自己做 要做很久 拿一个杯子 大石头中石头小石头西袋加钱 来 静置 静置一段时间 要全部神经在下两个礼拜 然后看 来 两件事重要 第一件事情 大科的在下面 小科的在上面 神经的时候 大科的在底下 小科的在上面 第二件事情 看这图 神经在什么 平的 这件事未来要用 神经在吃水泥的 所以这个时间有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大科的在底下 小科的在上面 第二件事情 城里面是水平的 如果是流水的沉积 也一样 大科先下来 小科后下来 但是流水会动 所以城里面不是平的 像这样 左手边是进水沉积 然后呢 城里面基本上是平的 然后右手边是流水 一边走一边撒 所以城里面不平 城里面不平 知道都可以了 重点是这个图 重点是这个图 刚才讲过两件事要记得 一个 大科的在下面 小科的在上面 第二个 城里面是水平的 好 请你记住 就是要跟你讲的话 OK吗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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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